接著恭喜新北勢力官部高級中學 陳鴻正 代隊也沒有想說要獲獎 那得到這個獎其實蠻開心的 覺得這是對基層的一個鼓勵 基層教練是很辛苦的 因為都是從無到有 得到這個獎會讓我更認真 更努力地去做好教練這個工作 當時是因為學校導師不足 所以我就沒有再帶田徑 後來去當個導師 那這次偶然的機會到林口高中 發現設計 那我覺得設計這個項目 跟田徑差異很大 一個是很靜態 一個是大肌肉的運動 可是我們在亞奧運 是有機會去奪牌的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想說 來試試看 所以就創立了光復的設計隊 當時光復是沒有靶場 也沒有任何器材 教育局也很支持讓我們去林口高中 那林口高中的校長也很支持 就是提供了我們無償的器材跟設備 那我本身不是設計專長 所以也很感謝林口高中 郭夢熙教練 他無私的教我 就這樣一步一腳印 三年後就拿了全中運冠軍 然後慢慢地連續四年的冠軍 到今年的五月 教育局真的很支持我們學校 然後國父高中蓋了拔場 那讓我們可以更專心地去訓練 他很靜態而且要去思考 每一發都是在增分數的一個運動 小孩子只要能靜下心來 因為一場射擊比賽大概兩小時 他要站在把揮上就是把跟他自己 還有那支槍 其實他不知道對方打幾分 他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賽的一個項目 所以在內心的壓力是很大的 所以後來我的選才就是從 學科方面比較好的同學去選才 因為他考試的每一分 都是他的競爭就跟設計一樣 反而他在心裡的柱子更高 那理解力也會更好 這個東西是可以輔助讀書的 訓練小孩子很快地 進入專注力去讀書 那相對的 他也很快地靜下來 進入到射擊比賽的狀態 潘老師他教導的我們不是只有 跑步上的成就 他教導的更的是做人處事的道理 我們要去銜接社會的一個技能 所以老師的成就別人 是我們這些校友的一個追求的目標 我希望我們也可以做到 我們去成就別人 成就我的學生 那我希望我的學生也可以 在每一個工作感規上 都能去努力的認真的付出 成就多了 那麼多留意 成就